What's up everyone, oh hi 恰恰 是的,就是我在November 11月的時候 好像買了很多東西 於是乎呢,我想說來分享一下 我在11月份買的東西好了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做過購物 Cubs 芝加哥小熊隊睽違108年 終於贏了那個 美國什麼職棒聯賽 Stead Street上面 Macy百貨對面的那家體育用品店買的 然後 因為這個圖案很難照耶 我後來發現很多家的圖案都好醜 然後這個就超可愛的 然後這件它那個時候只剩下XL跟XXXL 然後我這次買2Xlarge 就是很大一件 可是你知道這種衛衣穿大件是沒什麼關係的 然後我就覺得,哇好可愛喔 而且當天 當天那個 芝加哥就是爆滿耶 就是整個 因為我住在loop嘛 就是住在市中心 整個就是水洩不通 然後那天早上其實我還有油畫客 結果我就等到 下午才去 因為我早上要去的時候 就被人潮全都堵住 然後那公車都不開的 公車就停在好遠好遠的地方喔 所以 就想說不去了 然後我就去買了這一件 這一件我還排了 將近一個小時才買到耶 就是當天每一個體育用品都爆 爆掉 然後都要限制人口進去 做一個人口管制 為了證明我是當天油畫客穿去的 你看 有沒有 我就立刻沾到 就是Kanzo跟H&M的聯名款 除了我 IG上面PO的一些照片以外 我就是今天 比較想分享這一件 這一件就是一般的那種 長的外套 然後它防水 然後因為我之前很愛穿有一件 也是同一個 幾乎是同一個版型 然後是綠色 是H&M出的 所以我也買了 我就想說那這一件 就還蠻實穿的 因為我每天平常都喜歡穿這種外套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而且這個 花色就是你想要 比較低調的話呢 你就有 可以穿這個藍色 藍色綠色鮑紋 虎紋 混合這一面 鮑紋虎紋 混合這一面 然後 如果你想要走比較野燕的時候呢 就這樣 pinky pinky的感覺 你就可以穿這個 虎紋的粉紅色這一面 personally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一面 這個褲子 綿褲 Haters Back Off 這件褲子就是穿的 我還沒穿過啦 但是它很舒服 洗完以後就摸起來很舒服 說到這萬聖節的部分啊 我就是 還有訂一個東西 因為我本來 就是我本來想要辦的人很多 所以我還訂了一個假髮 結果這個假髮也是等到我 等到萬聖節都過完以後才來 我覺得我人生就是一個衰 你知道嗎 就是 好的 這就給大家看看 是CR的假髮 SIA 然後 我現在帶給大家看嗎 啊啊啊啊啊 好噁心喔 你知道 有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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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 好癢喔 這個 這個啾啾蠻Q的耶 以前不是分享我房間嗎 然後 大家就覺得我房間好像 就是化妝包好像很舊很爛 就很多人跟我說 你的化妝包太髒了 你的化妝包都壞掉了 就是要不要換新的 於是或我聽隨大家之意見呢 我就買了 Kylie Jenner 當 她的化妝包 在Amazon上這個要到60塊美金 可是 欸 Kylie Jenner耶 能不買嗎 於是乎我就買了 就我很喜歡 Kylie Jenner 有一個K 這個K就很可愛 Kylie Cosmetics 重點是因為她容量夠大 就是 很多東西都 比我之前用的3C大太多 我還可以裝這麼大的一支刷子 都可以裝進去 我還裝了我的台灣護照 我現在台灣護照過期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回台灣 我都可以裝 你看我的名片 Birds Bees的 這是護唇膏 然後 重點是啊 你護唇膏的口味 一定要選好 我這口味是 Bees 這口味是啥 欸 Mint 重點是Peppermint的部分 就是你需要像薄荷或是 薄荷這種東西 讓你的那個 薄荷可以促進 嘴巴的血液循環 刺激你的那個 唇部的血液循環 你會比較紅潤 然後 也不會那麼容易乾 就是 加乘效果啦 就是比那種 只是香味 美美美的香味還要好用 然後 而且你知道 薄荷口味就可以講到自己好像有刷過牙 別人親你的時候 就 你剛剛刷牙啊 你真是乾淨 真是一個好寶寶 是不是 有沒有 就是覺得你常刷牙 就會覺得 喔 好想要常親你這個人 因為你常常刷牙 我要天天跟你拉擠 因為有些人不刷牙 你就不會想要親他 甚至 牙齒上有那個黃黃的垢 雞在那邊 喔 無法跟這種人拉擠 裡面還有新買的這個 Makeup Forever HD 的蜜粉餅 這個蜜粉餅 超級好用 換你是在 義大利 你是在芝加哥 你只要用這個 你就會完美之妝容 HD 美美美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沒有附粉撲 然後我這粉撲是拿自己舊的 就超髒的 然後重點是為什麼 我好像不敢摔倒它 所以它就有一個洞在裡面 不過這個 這個它就是 是透明的 就是它是透明的蜜粉 很多人常常就想要找透明的蜜粉 又找不到 我覺得這個很很推 另外紀凡希的那個四色的也很推 在現在我朋友他在那個法國 Paris 法國Paris 就在現在我朋友在法國Paris呢 他正在看 Victoria Secrets的大秀 然後我就在這邊錄影 他在家裡一個人錄影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一個LOSER 給你們看影片 Hello 播一下 我覺得整個就是他自己的自拍吧 就是 Anyways 然後 他超漂亮的 我都叫他Kylie Jenner Asian Kylie Jenner 他真的很像 他蠻像阿Kylie Jenner 是Asian 所以你們可以去Follow他的那個Instagram 在這邊 這一件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耶 就是我去佛羅倫斯之前 要買一個新包包帶去 我也不知道為何耶 我就是去哪裡都想要買一個新包包 然後 我買的是這個 Mar Jacobs 的一個包 然後今年最流行的東西就是粗袋子 不管是Prada Mew Mew 然後 各個大牌子呢 他們都會出這種很粗的 粗袋子 硬好不好 這裡有很多可愛的 那個Sequence做成的小動物 這樣 我覺得這還蠻值得買的 大概差不多500塊美金左右而已 還蠻便宜的 然後 這裡面還有我在那個 瑞士航空拿的 那個巧克力 去做瑞士航空 他們都會發巧克力給你 瑞士最好吃的巧克力 說到瑞士航空的巧克力呢 看來我去瑞士的時候就買了這個 Tobl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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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這怎麼念 然後 金礦巧克力 這個超紅的 然後它就超大一個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它是不是 裡面都是這麼大的三角形 好不好 你看啊 它現在打開來 該不會是大的吧 好大喔 好大喔 欸 我跟你說 我剛剛在開之前 我有疑似的覺得說 可能是三個小條的 它是一大條欸 像瑞士山你知道嗎 看起來超大的 我現在吃給大家看喔 我覺得太大了 這怎麼吃啊 這這麼大怎麼吃 是 有一種Kobe Bryant的感覺 嗚 叫到我沒... 這就是幸福的滋味嗎 Louis Vuitton買了一個卡夾 就是買了這個卡夾 然後這卡夾上面 有一個金色的V 很可愛吧 然後 這邊有這個紅色的P 然後這邊是 嗯 香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LV的 有對稱喔 有沒有 然後都車的非常的 你知道 非常的完美 紅色感覺又有帶財運 你知道嗎 另外我就是有買 去看那個 Davide Michelangelo的時候 Mickelangelo的Davide 就是大衛相的時候呢 買了這個畫冊 高清HD畫冊 因為 我那時候看到他本人啊 就 太精緻 就是 非常的健壯又非常的精緻 然後 同時間 就他 刻功就很細 然後 他有把整個筋肉的線條 刻出來 你們知道米開朗基羅最主打 就是他 他的那些畫啊 什麼都很健美 什麼在天上的那個畫 都好健美喔 然後 這個就是 大家特別的健美 然後我買回來的時候 是想說 我可以去 就是 平常可以練習素描的時候 可以畫一下他 然後 他就是有這些 屁屁照 光屁屁照啊 他屁股真的很翹 就是 很希望自己也可以練成這樣的翹臀 你知道嗎 然後 他這個 超高清的 看起來很嚇人 然後 他眼睛其實就是一個愛 這種石膏 像 他 他開始漸漸有些斑駁 或是 咖啡色的一些 腐蝕的地方 我就覺得 喔好美喔 就是他全身上下 我最愛的部分呢 就是 就是這個手 我就很覺得 他手的那個 金肉線條 做得很漂亮 就是 刻得很美 這是我最愛的部分 另外他屁股 這是他的GG GG 給大家看他的GG 自己哪一天也可以游泳 這樣 如大衛一般 ASGO 的翹臀 內褲 Moschino的 Moschino的內褲 然後 因為他的內褲 其實不會在一般Moschino店買 他要在Moschino Underwear 這條線上面才有 然後我之前看到 就是網路上 有些人會 網路上 IG上有些人會穿 然後覺得 哇好可愛喔我也要 然後就剛好遇到了 然後這個一條是42塊歐元喔 喔好貴喔 另外一條我現在穿在身上 這樣有嗎 我覺得屁股好大喔 登登 之後我還買了一個 去佛羅倫斯必買喔 就是這個 廚師帽 然後他上面會直接幫你 快速的車了 Chef Cha Cha CHEF CHA 我跟你說他車這個超快的 如果你們有看上一個影片 他其實 不到一分鐘以內 他就把這個字這樣子給繡上去 以後如果是在廚房煮飯就可以用 但我是不會煮飯啦 我就是可能 你知道 帶好玩的 Q杯Q杯QQQQ 接下來呢 我知道很多人想問我 身上這件衣服在哪買 有嗎 還是我自己 自己幻想的 幻想的嗎 但就覺得 大家應該想問吧 因為這很可愛 就是 就是 是這種 裸的 這是什麼 裸 就是那種膚色 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個 BROKEN HEART 然後 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的字有寫 HOPELESS HOPELESS 然後另外一邊是 ROMANTIC 那我這一件是 Urban Outfitter 跟 Common Culture Culture Urban Outfitter 和 合作的 帽 COLMAN CULTURE 它就是 Conor Franta的 那個 牌子嘛 然後因為我就一直很喜歡他 然後覺得他的 那個 我就 COLMAN CULTURE 就是 Conor Franta的牌子嘛 然後我就一直很喜歡他 喜歡他的品味 喜歡他的 知道 美學 Aesthetic 之類的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買 而且這一件超舒服的 就是穿上去以後 就覺得 啊 Conor正在緊緊的 擁抱著我 然後這個 T-Shirt就是這樣子 比較簡單 我去買這件的時候 也順便在 Urban Outfitters 看到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Glitter Snowball 然後 這個呢就是很 有聖誕節的氣氛 你知道嗎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 Glitters 然後重點是 它可以放自己的照片 然後我放了 這一張是我跟 Adrian 很可愛吧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我自己 就大家都知道很好看 我就放我自己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人可以放 然後它其實可以雙面放 這個粉紅色可以雙面放 然後我後面也沒想到要放什麼 所以我就先放我自己 然後 你把照片就是 這個撬開 把照片插進去就可以了 那我還看到一個聖誕卡 想要寄給 送給大家 然後我之後 在Facebook上面 可能會有活動 或是Instagram 我不知道我想在哪裡辦活動 但是我就又買了這個 Kim Kardashian 戴聖誕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ugly cry 的卡片 這個超可愛的 一個要5.5塊 Urban Outfits 然後 因為我覺得很可愛 我就買了兩張 想說可以寫 寫卡片送給大家 昨天買3 昨天在WallGrease 看到了這個 這是 Ceramic Jewelry Holder 就是它可以 放那個 Jewelry在上面 然後這個才9塊錢 我覺得蠻便宜的 我覺得蠻酷的耶 它其實很沉澱澱 就是它有一種 沒有說很 不是這種塑膠 S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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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stic 然後它是 就是是陶瓷的 我很多金項鍊 Chanel Vintage Chanel那種 這個要130塊 然後我是在 Dexy Vintage賣的 就是 佛倫斯有很多 不錯的 Vintage二手店 你可以去逛逛看 然後 要怎麼知道是真的呢 第一 這家二手店必須是 你要知道它在網路上 是有名聲的 然後 其實是網路上有名聲 你就知道它 不太會有假的 然後 另外 它 就是這個Chanel的項鍊呢 它還有 就是它的 鉤子的部分 就是它 鉤子的部分 有寫Chanel 有嗎有嗎 Vintage就是這種項鍊啊 就是 CL之前有說它 很喜歡 你知道嗎 就是它都有收集這種 Vintage的習慣 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要來一下 我就是一個Copycat 怎麼樣 那 Nabukiji 好了 就是今天的分享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 呃 繼續Follow我 記得要訂閱頻道喔 然後Follow我的粉絲團 然後還有 Instagram WhatsApp Chacha 然後記得留言告訴我你想看什麼 like這個video 然後訂閱之類的 好像就這樣齁 And the 25th Annual Poddom Counting Spelling Bee MING MING